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年代待人处事 比如说他一是用词 我要转战凤凰卫视 都是这种南征北战的 我有什么 比如说我原来真是让着这帮文人 我不能欺负他们 你不是文人吗 我当然不是 孙子才是文人 我没觉得多牛逼 我在我们院 我是个坏孩子 然后我起小说人都叫不务正义 那叫纸上谈兵 那点魄色 马字 也不说看不起 我自己不觉得多好 然后 而且你看就这帮孙子 我跟他们打仗 我一人跟他们家家一块都不够我一口吃的 当上我不认为这好 在和平年代有点过 对吗 我想当一个好人 谁不想当老好人 是好人 是吧 我听好些真正跟王老是熟的 都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人 我自命加宝玉 我对女的 女的你再怎么够臭来劲 我不理你 我打女的不牛逼 男的 特别我特别不喜欢那种 我们都毕业尼亚留级多念了几年书的人 你在那假装有知识 然后就这些人 瞧不起人 太讨厌了 你们有什么知识 你们俩比认字 说实在我们随便我们一哥哥 他妈的当过教队工人 认字跟张志识有人跟他比认字 比张志识落了 所以就是说炫耀知识也炫 炫耀什么都是炫耀 你炫耀真才实学也叫炫耀 对吗 你凭什么歧视别人 你说的你是强者 你像我 我强者我装孙子 我不敢说我是作家 因为我觉得吹这牛逼干嘛 对吗 但是的确他写的东西90%的我都看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看 我觉得跟咱这行多少有点关系 我就说这个语言 你比如说我讲我自己 就是说最早我们都是播音枪的 不知道上电视别的说 到后来说这套语言不行 换 往哪找依据 就说像咱平常生活里说 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又苦恼了 我发现生活里说的这些话 认真检索起来 也都是陈词滥调 而与此同时我看他的这个书 他就一直在琢磨着 怎么样的颠覆语言 其实也不是 是北京的语言是活的 它在不断的变化 你看我们当年说的是 那个时候的北京话 这几年 特别是2006年到2006年 北京其实经历一个 是不为人知的 你可以叫摇头文化提起 嗯 像不靠谱 像那个 呃 像那个 呃 全是摇头文化出来的 嗯 拧巴 这都是 嗯 就各种反转 你你你你这玩呢 警察进了 这就叫拧巴 哈哈哈哈 各种反转上一块了 这些话都是球球交给我的 你觉得这跟北京话关系很大吗 他也不是 他实际上你有新的状态了 嗯 他出这词 所以语言生活不行了 语言就不行了 然后你你怎么 你无非就根据这个生活 你说走面 嗯 就是过去没有这词 现在不是 大家家 这都叫 朋友应酬 就叫走面 啊 然后那个 他必须是有新的状态 对 所以你看你早期写的那个小说 你感觉就明显的咱们说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玩的就是心跳 那种大院里的 是那种 他有根 他有土壤 他那么说出来 但是到后来你好像想抛弃这个 我当然 因为那种我再写是重复自己 我没金庸的没出息 我重复自己干嘛 我还不止这吃饭 我在这说 从九一年到现在有十五年 我现在有人敢出来了 有新语言成熟 包括说简化字 就是 就是那个叫做 他四个成语他会露一个字不说 你看王菲那个新专辑就是那样 对对对 我们也有一阵这么说话 有一阵好多新的语言习惯出来 你长得真是成余落必月修 对对对 其实尤其在短信上 你经常会这样 因为你没说少说一字明白意思就行了 而且我觉得你比如说打字用拼音打字 就说明这个语言往表音文字发展了 你是不是 你无比还是表意 对 拼音 比如我打拼音 我就对发音就敏感了 实际上最后 你是按表音文字说的 打出来是汉字而已 这跟拼音文字是一回事 实际上他对这个特别敏感 你比方说较劲这个词 它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叫唤的叫 一个是比较的叫 这两种用法 比较的叫是他们字典上的 但我认为有时候不是这意思 有时候是叫板 对 有时候较劲是带叫嚣的意思 而且我写字 我为什么不选要让教队改 而且我现在发展了一种 我自己吹牛逼叫三维的写作 我是带着 我把我们小时候有个听觉和视觉是连在一起的 叫连绝能力 大了以后把这分开了 我现在能使用连绝能力 所以我全创造新词 我怎么不让人改呢 比如说有些词 你比如说砍大山 他们愣给变成砍砍而谈砍 其实我们那时候原来是有典故 叫做当代活鱼工拿嘴砍大山 你只能用石头砍 那么变成砍砍而谈谈 那不是那意思 还有他说 还有城门篓子 是吧 他下一句非常脏 这边就非常脏 就改成跨骨轴子 你就走下 简单说 就不说 都断绝直接说 你说的不是地方 叫城门篓子 而且你还说 这个汉语 他说没有石态 你说你现在发明一种 比如说城门篓子 因为什么 我这不能说 它就有种现场感 你比如说我现在说 比如梁门道坐在哪里 有普通汉语说 它是个叙事的 没有叙事 我写的时候就变成 我迎面一双眼镜 上面一出头 它是一个戴这个速度感 那就戴实态 不是一定要加印 你要说我们正在聊天 我不用那么说 我根本不那么叙事 我说左边一双眼镜 右边一眼镜 它是随着注意力的转移 是镜头画面 对一个尽头 这是一个尽头感 就先看到这个了 你看电影 它是从特写到全 特写到全那么早 我懂的意思 你比如说我们开车 我就写 我那时候开车回去 大夜里全是偷顶一块玻璃 脚踩一炉子 别走都感觉不到 但起来生动多了 整个是立体的 语言是活的了 下雪的时候 窗户间 我就什么都找不出行动 我在车里坐着 那玻璃先接了霜了 接了冰块 就从他往下掉 我里头开热风 想起来出一粉丝笼子 就特别像 准极了 这个会不会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以前的那种 由说书变来的小说 你比如说像《水浒传》 里面形容 谁出来了 我们先形容它马凳子 是用什么的 这马又提又是怎么样 它也是这么一个细节 但是到《宋》的时候 到原杂剧的时候 那形容得特别准 白队队的那样 它形容得特别美 甚至后来就成陈词烂调了 说实在到贾平妈 金庸先生都成陈词烂调 《红楼梦》呢 《红楼梦》 《红楼梦》是你的歌 《红楼梦》是我 我学的是《红楼梦》 初中我看了五遍《红楼梦》 那时候毛主席说 《红楼梦》至少看五遍 真听话 这是毛主席的影儿 真好看 是好 我说实在的 后面张领什么都不靠谱 《红楼梦》就更别提了 《红楼梦》是中国爱情小说 全世界爱情小说 极大成者 他今天人民文学出的繁体字数牌本 很多年轻人看不惯 我建议人民文学出一个平牌本 就是把心小点 把他对话都一行行拉下来 你看过那个 我觉得你要写爱情小说 说实在的 你郭靖明要写爱情小说 你别吵庄宇 你去看看曹敏 曹先生怎么写 当年 一百五年前的爱情小说 你说北京话是怎么 跟满族的形成有什么观点 当然是 它是东北话为基础的 它里头有很多蛮语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中国过去是不讲究普通话的 因为普通话的需要是一个国家建立了 而且我们现在有电话了 有声音了 那么要统一这个 但过去统一文字就够了 对不对 但是我就不知道 你不是像康有为这种海南人到电视的时候 他说什么话 官话 那就是根据文字发音 还是正经八百的发音 是吧 你说像你说的这种 就是说北京话 那就觉得太强大的 你感觉你北京作家就占便宜太多 当然占便宜 你比如说 广东方言有希望吗 广东方言它原来有广东粤语的 但是你就流传不过来 你比如说假如你是表英文字 我们中国是 那行 但是恐怕国家要分裂 但不过我觉得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作为一个说广东话的人 我觉得今天中国各个方言里面 粤语是方言之中最有活力的 你比如说当然很多人说上海话 但不一样 你比如说上海话 重点差别在哪 上海话 它没有上海话的电视剧 没有上海话的流行曲 那么 港言有无语 海上话都是无语 对那是无语的 那是被解放后被管 对没错 但现在全国只有广东这一块的地方 可能因为有香港的原因 广州的原因 它是粤语 还是有活力的 它不断出新词 对民南话也是 这段出新的东西 你要叫我说句不爱国的话 您得干脆是外语得了 有一种说法 唐朝话 因为它里头有好多宋朝的文言 你不知道警察叫差人 叫差管 那他们都是宋朝话 小说里面有些就看过 你写成文字是可以的 你不知道管钱叫银纸 对 陕西话里有好多文言文 其实原文言文就是口语的 对 有这种说法 比如客家话都是河南话 对 宋的话 比如我写这个 我现在还写惠能的时候 那时候广东白话就是官话 对 秦朝的时候的话就说的是广东白话 对 没错 所以我就有一问题 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有时候你像我们家生普通话的 就一直有一个苦恼 老觉那是小品 是个什么相声 你就觉得这个方言这个东西 他就是 人那么舒展 他就是活语就是普通言 就那种音乐感 对 你看现在说小品全是东北人 因为他跟普通话接近 你看人四川那个什么产线的玩木灯 也不错 都不错 但你拿时尚话说他就受限制 对 没法普及 对 你看你广东话留好多邪行 但没法聊 滑稽戏你怎么聊 对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所谓的一个国语 一个标准语 普通话跟方言的分别 在语言学上面来研究 是站不住脚的 就语言学上面 没有这个方言的概念 方言也是一种语言 它就是一种语言 它这个区分是这种政治区分 这纯粹是政治上面 我们需要有一个国家的标准语 才把它分出来 那过去所有国家的人 都不会说一个标准语 你知道在19世纪末的时候 法国这个国家 他能够说标准法语的人 只在他全国人口的三成 你看看 都是漫漫正常 所以英语原来是土话 诺曼公爵他们来说的是法语 就是16岁出于沙尔比亚 才给传承了英语 对 意大利语原来其实就是 一个偏了口的拉丁语 对 最后被淡定写了 最后才成了800的语言 他跟西班牙语非常进行 法语都是各有口音的 拉丁语 你从这些规律看 咱普通话将来的前景是什么 你是政治上的强势坚持普通话 大家交流是要去考虑 官员都要讲这个话 媒体都要讲 写小说 其实我们写的不是普通话 我们说把北京土话入进去了 因为北京土话 从沙尔秦到老舍是有传统的 也不光老舍了 张恨水就是拿北京土话 其实要说老舍跟金庸比 其实张恨水应该跟金庸比 就得冤互蝶子 就叫姻缘的 所以我就说 我们北京出一代表队 浙江出一代表队 说我们出曹小勤老舍我 他们出鲁迅金庸余华 他说至少打一二比零 他能比二条争强 金庸和老舍他可比不了老舍 你的武侠再怎么说你是在华人圈里 老舍都落的墙子 郑里外卖在美国卖过 王达民就为这给打死了 说挣过美元 他跟张恨水有一拼 好吧这让书以平 你们家老舍先生比金庸先生强不强 强的话零比零 我比于华还是一比零 我们二比零 我们北京还有人 王猛 张杰 刘恒 浙体浙江剩下就剩于秋雨了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说平等 他有时候就是不平等 你没法拿折腾画跟我写 我相信你折腾画非常好 其实余泽红那是打电话 我一听就会听懂了 杭州话是一河南话 你看他们记得话说 你死心一听听懂了 其实这个是好多这个人的 包括搞艺术的人 我有一天听俩画家聊了天 聊到我心坎上了 这俩话说你好你好 他说他好他找到了他的语言 我还没找到我的语言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困惑于这个 就是觉得你眼前这套语言 写来写去都像是陈词烂调 很 所以其实他们 你比如说 那你又不能评通声创 当然新闻文学他们依赖这翻译体 他们跟施德存他们三十年代 心感觉是一回事 后面翻译更流畅一点 你看鲁薛那文字 其实挺咯咯答答的 有人这么说 我们占便宜 我不说别人聪明 因为我接了地气了 你这地气 接北京话 复兴路附近十几公里方圆 不是 北京的图画都可以入普通话 而且当年什么新儿女一听传 这些什么老舍 他把这个话已经推广到全国了 全国人看北京话 他能看他有这经验 他有阅读经验 你其他地方文学没有推广到全国 没错 我要看费劲 我能看 其实有很多拿封言写作的 但是你非专业读者就不能看 你看人类 要不然张爱玲有时候也会用上海话 对 也会用无语 不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代的汉语写作 现代中文 我们常常说的被污染 什么叫被污染 污染这个概念不大准确 污染的概念好像一直是说 好像有些杂质混进来了 其实不是杂质混进来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语言污染 它是污染在有些语言被官方化了 被城墙烂调化了 然后用到了一个所有人都用的地步 有些字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 我是一看着头疼 比如说一形容什么 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看你别自备 你们港台话现在进入大陆的很厉害 这流行歌曲带进来太多了 他们年轻人讲自己心情中 他说穿着流行歌曲的话 所以港台的文化已经进了很多 你比如像你们台湾那是很四海很高干 什么拉风 这都什么话 这都是已经成了 你看那小孩 80以后小孩 70后小孩 他都可以讲很多 他是从流行乐里过来的 所以他对普通话已经有正面冲击了 但这些话全进入我们汉语的体系里了 你别排斥人家 说实在的 你要有文化自信 外来语进了多少 你比如说蜜是什么 那不是英语的蜜词吗 对 那当然了 他刚反应过来 萨蜜 咱曾河沃同志叫萨蜜什么 英姿萨爽的蜜死 对 萨蜜 但是追星追曾子墨 对 他什么叫萨蜜 这很简单 英姿萨爽的萨蜜 他有英气 就这个人 这是我刚才你说 我但是替他吹几个牛逼 他是自临婚姻以后范最正的 你说范正指的是什么范 就叫过去有句话叫江浙人北京话 新思维旧传统 这是女孩子里的极品 当年他们说这个林慧音就是怎么说的 江浙人北京话 北京话 新思维旧道德 这是男人讲的话 林黛玉不也是这路子的吗 林黛玉 对 苏中原北京话 林黛玉思想很解放 但是从业而终 原来玉门而死 对 对 那个时候像林慧音他们很多江人在北京读书做官的 就是王伟他太太叫张聪 那也是张总统这范儿的 漂亮极了 书眷气 聪明极的是江浙人 上海人 上海人在北京长大的 严重靠谱 你说这当然想起台湾眷村 他们说其实邓丽君的音乐 你不能认为就是一个台湾文化的 那不是 他是接了三十年代的传统 对 我就说你说的这种 你们小时大院也是南枪北调的人 没有北京话 没有北京话 我们不说北京话 我们说什么话 普通话 普通话 就不是我这种是标准国语 没不加北京土话 我们刚进北京城里的时候 什么曲灯 都不听不懂 杨姨子 什么叫杨姨子 曲灯就是火柴 老北京话 什么颠儿了 都不说这种话 你说你这么能砍 是不是也是跟小时候听这些周围人说话学来的 周围全是坏人 而且老师特别坏 老师逼得我伶牙俩 什么意思 他老给我叫起来说你为什么这样 我说怎么了 我就跟他瞎拼 对 我没怎么 我就做小动作得聊一天 你给我低了起来 我们那老师太 我说你们这些老师 你们罪过不罪过 你跑到学校来 你打击我自尊心干嘛 我是没让你打击下去 所以我中学老师没有一个铁人脸车说培养过我 你敢说这话 这事现在都有 你知道有些在班里学习差的孩子 他们成亲的打击学生的自尊心 我叫你给弄颓了怎么办 曲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小时候也不是个好东西 对 没错 不过我刚刚我特别想问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刚刚说语言的东西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 在台湾听到一种国语 他们叫标准国语 就可能就接近 你说王正芳 他还是北京话 在台湾比如说以前有些老演员 像有个叫狼熊的 我知道 像他说那种话 我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还能听到 就是 没有了 台湾也没有了 因为台湾现在本土化了 那么在大陆也听不到 我记得小时候还听过一些人 像夏元玉唐母孙 他们那种 台湾现在有个男演员 其实他有在大陆还演戏叫李什么 就经常演杨德昌的戏 杨德昌的戏 他有的还戴那口 杨德昌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小孩拍照片那叫什么 一一一一经世节 对 对 就那种话 那是什么话 就是大陆也找不到 他老舍当年在英国路过一次 林格峰 他是在北京话基础上把土话全部拿掉 那么一种话 是当时北京的那些北平的这些知识分子 教员讲的这种文咒咒的话 他们现在有说也这么写 就比如说林语堂 周多仁就用这种语言写 而钱中书写《围城》 其实非常像《纽约时报》 美国那种小品文抖点小串 北京话里有点幽默感 是聪明文章 精致的淘气 说实在的 他们那种话就非常文雅 就林语堂提唱的小品文就是这个 但是这种话里边的那种节奏感 音乐感跟你现在说的 北京话是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是讲过粗笔话 因为后面共产党的政治语言进来了 就我加这个 加上南城的话 加上天南地北烂马其糟的话 加上外来语 加上台湾刚才加的一起 现在你当然找不到那么纯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个语言环境 过去是教授和教授之间斗这个 这是他写这种文章 你现在写这个叫酸气 你怎么写 所以说他就说这个根 我现在经常想我这个语言就没有根 你知道吗 你说原来我这河北直立长大的 这是直立 他这是北京话的根 现在我就会说这么一个普通话 你要说往哪找去 你往河北话找 但是因为是北方人 所以你比如我要老跟他聊 就有点走他的味 要跟东北人呆一地 就走东北 你想想你自己在哪 你自己 你以为我叫有自己 我不是也被北京穿的味了 这不叫有自己 其实当然是因为你太忙 我这十年 我都跟他妈的 跟最底层混在一起 那嘴里那片汤话多了 咱们叫片汤话 那葛话 地葛咱们那话多了 其实他真是天天学习天天进步 任何一个跟人聊天 跟人什么 你就咱们之间算还是可 是吧 人家那些流氓 管你真假的 哐哐哐全是这话 你开玩笑都是这话 你必须开得起玩笑 所以为什么我出来跟他们混 我就没劲 你们俩这么不识逗 我开一句玩笑 你们俩能急